各位老师各位学员大家好 现在来介绍羊盘九宫七门盾甲 这一套的使用方法就是用随机盘 随机盘就是不管您在什么地方 只要以开盘的时间来做所谓的急凶的判断 好那目前是2022年6月11号14点37分 那我们就直接按石盘排盘 石盘排盘这一套系统是应用羊盘七门盾甲的方式来排盘 所以跟阴盘同样的一个时间 6月11号的14点37分 用羊盘排出来的宫星门神跟阴盘七门盾甲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派是把所有七门盾甲 宫星门神比较不好判断急凶的 我们运用所谓的颜色 这个是紫棋老师他写了一本九宫七门 我们是沿用他这种概念 让我们在学习七门盾甲过程里面 直接开完盘以后就能够直接来断急凶 直接来断急凶 好那首先以这个盘 我们看到的九宫里面的颜色 每一个宫里面的颜色就只有三种颜色 一个是黑色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离宫 离宫看到的是不是红色的是天 以然后这个有一个绿色的天锐 然后红色绿色还有黑色 那黑色就不计分 绿色的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就把八宫里面的植服 太阴六合跟九天 他就是好的 好的极星极神 那我们给他的分数是二十分 那九星呢 天府星天心天刃 天刃是属于好的 是二十分 那八门修身开是四十分 那天地盘里面的乙丙丁物 还有植服 植服就是等于甲 是十分 好那绿色的呢 白虎天蓬 白虎八神里面白虎 是零分 然后九星天蓬跟天锐出现 在宫里面出现天蓬天锐就是零分 该宫都零分 他不是扣几分 因为一个老实属 坏了一勾桌的意思 好那八门里面死门是零分 那天地盘竿 庚跟空网是零分 好 所有的宫星门神 把它划分成三个颜色 黑色的不计分数 那只要碰到该宫位有绿色的 像这个宫位有绿色的 还有这个宫位 有绿色的这个都是零分 该宫的零分 那如果有红色的像这个 这个盘里面只有正宫四十分 因为他没有绿色 但是以他的这个饼啊 钉啊各加十分 这个九星天蓬佛星加二十分 总共四十 那迅宫是十分 好用这样的概念 是不是三秒钟之内 你比如说你要问某一个宫位 要问这个离宫 离宫有黑色 有绿色 有红色 但是刚刚有讲过 只要有碰到一个绿色 全宫等于零分 所以说三秒钟断吉凶的意思是这样 好那这一个 我们下面就有九项的功能 那九项功能 为什么说把很复杂 要学好几年的一个奇门遁甲 本来是真的很困难的 那我们现在应用红绿 来判断你所要问的事情 是好是坏 那我们就用单工的方式 来表现 用单工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问某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按下面这个功能 报数预测 好这个时间点 你也可以自己设 或者是以现在的时间都可以 那我要问 我想要投资一笔生意好不好 那你你就选一个 好5 那你就按显示结果 好5 5 5因为奇门遁甲里面没有5 所以5归为二坤 所以跑到黄色了 黄色就是你所问的宫位 你是5吗 5他会归二坤吗 所以你看看 直接看 这里面有一个死门 有没有有一个空王 那不用了 不用看了 虽然这里有直斧跟乙是红色的 那不管了 就是零分 好 那为什么会零分呢 我们就开始来分析 直斧 急 魁 住 天住 死门 空王 大概是什么一个现象 第一个 你所处 你问的宫位是坤宫 坤宫就是有捆绑之项 那直斧虽然很有领袖的才华 但是相对的九星里面 容易跟人家争吵 然后给人家感觉 唱反调 好 那里面又有八门 死门就是代表 您现在想要投资一项事情 死气沉沉 不善你沟通表达 那天盘干 急呢 就是自信心不足 那鬼呢 就代表落入了天头地王 然后空王呢 只有空有想象 实际上行动是很少的 所以 因为有 一个死门 一个空王 所以代表 好的现象是有八省指虎 不好的就是八门里面的 死门跟空王 所以代表 你问的这件事情是凶 那你如果硬要干呢 那 只能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些改善 就是在西南方 烧一张 坤宫府 或贴一张 乙丁深丑的 这个除尸害的贴子 然后常常去做 行为风水 行为风水就是看他的天地盘 急跟鬼 天地盘 他的天地盘是在这里 急跟鬼 那我们就急跟鬼就是在此方位都喝喝茶喝醋了喝完以后 然后去把他到厕所去把他尿一尿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稍微缓解这一功的一些不好的现象 这是单攻段报数单攻段 那刚刚是五嘛 那你如果说一样问其他的事情你报七我们就按七按显示结果 七的话就跳到这一功来那也一样这一功里面也是空王 好那至于他有什么现象 公星门神的解释你就直接看我们的一个解释跟解决方案 这是属于报数的方面的一个功能 就是不管你问什么事情直接 你请客户或者你自己要问你自己报一个数 然后直接进入系统 他就会告诉你结果 那第二个是手机预测 手机预测就是你输入你目前的电话号码 好 比如说是大陆的手机号按显示结果 得到40分 这一次得到40分 那手机号的论断他有一个规则 有一个规则就是倒数第六码他是看公位 第五码是看八神 第四码是看九星 倒数第三码是看八门 第二码是看天攀杆 倒数第一码是地攀杆 好那你拥有这支手机号 一三四五六七八九三四五 你会有什么现象就是看这里 倒数第六码是对公对不对 第五码九天 第四码天鹰 第三码伤门 然后第二码丁 最后一码是悟 所以得分是十分 那你如果想要得到更好的分数 当然就要用我们这一套里面去选号码 我们等一下再做介绍 那如果不想去换新号码 你就可以用这个数字的贴片 好的数字贴片把它贴在手机可背后就可以 这个是属于九宫其门软件里面的第二项功能 第三叫做运势预测 运势预测一样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某一天你想到开盘了 你就直接压 然后进来以后就去按运势预测 那按运势预测 它这里会有一个黄色的就是用神功 绿色的就是用神功 那运势预测 几乎就是用这两功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说看用神功 用神功就是你内心所想 所会碰到的一些现象 那用神功是你所问的事情 那最好你问的事情能够来生你的心理所想的事情 那叫做被用神功来生就是最好 其他的用神功如果被克了或者是克人家 或者是这个卸掉被卸掉都不行 那我们显然的看一下这个功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用神功是离功 离功里面有90分都不错 那用士功呢 用士功因为有一个天瑞星 所以变成灵魂了 所以你所问的这一件事情 其实是 虽然你想象的很好 但是真正用士功是零分 所以代表也把你的90分把它综合掉了 好那用神功呢 离功为活 对不对 很顺利 功名不错 九天呢 积极行动 天瑞星呢 有奉献赢得好人员的这个条件 那修门呢 想法比较休闲 也比较跟人家沟通的来 病呢 贵人 心呢 就是唯一判断可能会有错误 好那离功 得到好的心 那你如果要改善 这个叫做解决方案 可以贴离功的数字 文字 然后烧离功的符 或者是做这个行为风水 好那问世功呢 用世功呢 是在对功 对功里面 因为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 随机能力 应变能力很差 反反复复 天瑞星呢 有一些问题看不见的 伤门呢 可能做出来以后会让你伤心 鬼呢 它是一个变动 也代表一个困境 那有 有是有一点机会 问题是 里面有一个糟糕的叫做天瑞星 就是做什么事情 它都属于病态的现象 所以 我们用 如果要解决呢 就是一样 在对功贴一定位的贴纸 或者烧对功的符或者是天盘 就是行为风水 在此方位喝茶 然后上个厕所 好那是属于 好 比对用神功以用世功 用神功克 用神功去克用世功 叫做我虽然用世功是有一点缺点 对不对 但是我用神功很强 90分嘛 那我去克它都代表 我是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 变成 在用神功跟用世功里面 都一定要去做 所谓的行为风水 才能够让你这件事情能达成 但是 不是那么容易达成 是因为 现在我们看这个 你看 用世功是金 那用神功是火 火克金当然克得了嘛 问题 你必须付出加倍 也许是三倍的努力 才能得到 我克 我克为财 你可以得到 但是很辛苦 如果用世功来生 用神功 那代表 会很轻松 这个是属于运势 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开 九宫旗门里面 其中的运势预测 来去做所谓的判断 好 那还有里面有一个叫做终身预测 终身预测就是代表你要输入您的 这个阳历的出生年日 如果你不知道阳历 你又可以用阴历来换算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 1958年 11月28号 这是 一个人的八字 因为要问终身嘛 终身盘 好 那终身盘 我们开出来的盘在这里 首先终身盘怎么来看呢 这里都有解释 命盘最极处分析 命盘的最极处是不是在这里 最佳的是不是100分 好 最极处 所谓对公 是他的环境平台 对不对 对公 就是因为100分 所以这些切点会转换成优点 所以就变成 很会讲话 代表创新 革新 然后 你其中有指腹 就代表 有领导 才能 然后天府心呢 可以做一些 因为是终身盘嘛 如果要求事业 做事业的话 可以做一些 心理辅导啦 文教教育方面 文化教育方面的 那生门呢 很有生意头脑 物呢 就是可以从事房地产 投资方面的事情 那丁呢 做任何事情都 有机会 也有贵人的帮助 那这里就是 加强 对公 的一些行为风水 这是贴质 烧腑跟 做行为风水 好 那从命盘 最弱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最弱的地方 最弱的地方 是在这里 正宫 因为这里面 有一个石 有一个白 白虎 那代表 这一宫里面 有两个是 不好的 绿色的 最弱的就是代表 他潜在的疾病 所以 这个人 潜在有肝 肝方面 或者是 手脚方面的毛病 那如果女孩子的话 就是有妇科的疾病 那 他上面有白虎 这个 有一点韧性 做事情有一些阻碍 那天心 做事情 是有果断的 那死门 有时候 独作主张 然后不容变通 那病 这个也就代表 这个人 一方面很高傲 一方面又有时候 又会 很执着 不懂得变通 好 那病 有贵人 对不对 急 容易 喜欢动脑子 所以 在最弱的地方 我们也要 贴质 烧腹 跟做行为风水 那最弱的 我们大概都是 以疾病来论 就是最弱的 我们要注意他 潜在的疾病 大概 会发生 这一辈子 因为是终身盘 这一辈子要注意 这一些毛病 好 那天锐心 也是属于疾病 疾病的功位 那注意 泌尿系统 免疫功能 还有腰酸背痛 筋脏病 这些都是 从终身命盘 看出来 这个人的身体 哪一些 比较容易出问题 那就要常常在 那一个工位来做 捎服 行为风水的一个 一个动作 好 那从日干工 进行工作 事业建议呢 因为日干工 打出来以后日干工 我们来看一下日干工 是什么 日干工是 急嘛 急有 急有日的急 好 那 急的话 刚刚说 天锐心就是他的 疾病工 那接下来 日干工是进行 工作事业建议 好 那工作建议年里面 有腾蛇 那天聪 工作事业是看 九星 所以金融业 电器业 游乐业 投机性行业都可以 好 所以这个是属于叫做 奇门 九宫 九宫奇门里面的终身意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全家议测 全家议测就是说 代表 我家里如果有 老婆 那还有一个 大儿子 又生了一个女儿 好 那我们就按 什么时候问 你就直接 也许 也许你可能 会八月问 你就把他调过来 然后 他就会告诉你 母亲的公位 太太的公位是在昆宫 昆宫是有什么现象 那你自己看一下 然后呢 儿子是在正宫 正养鱼嘛 那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的公位是在训宫 训下段 他们的现象 他们的一个 未来事业求财的方向 里面都有解释的很清楚 好 那全家过了以后 奇门选房 比如说我们 现在准备 未来要买房子 我们现在 看房子了 那我们 选定了 请中间 介绍了 在某某路 哪一个 城市里面的 哪一个路 几号 几楼的房子 好 我们设定它为第一间 那我们就设定 第一间 我们取的一个 代号数 是四 然后第二间呢 是在什么城市里面的 什么路的 几号几楼 然后六 那第三间呢 什么城市里面的 什么路 什么号几楼 我们八 好 那现在 就是这三间 这三个地点 我们都 很喜欢 可以考虑 那到底哪一间 才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把它 用奇门遁夹 因为奇门遁夹是属于预测盘嘛 就是当下你开盘 然后你给的一个数 报数 那他就会按照老天爷的指令 你为什么第一间你会设定四 第二间会设定六 第三间会设定八 不管他 奇门遁夹就是一种预测盘 我们就按结果显示 那第一间 那第一间 第二间是六 第三间是八 哪一间最好 我们直接看 好 这第四号的 四号的这一间 有空网 所以代表不OK 那六号这一间呢 三十分 还OK 那八号那一间 有白虎跟羹 就不OK 还有一个 棚 那你现在可以去对应 训工 当你下定一个 指令说 某一个城市的几号几楼 是市的时候 看看 你在看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 里面所写的这种现象 他周遭的环境 或者是 有没有 开门也有 他的环境 丁也有 他的环境 看看有没有符合 你当初在 看房子 跟你所设定的 号码 是不是有一些 相关 如果对的话 那您就相信 奇门顿甲 可以帮你 做一个 三选一的 一个功能 一个功能 这是奇门选法 那接下来 羊仔化解 羊仔化解 就是说 当你开了盘以后 我们家里面 的各个方位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 去用这个盘 来看看到底 是不是有这些现象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会教你 如何来化解 对不对 像正宫 因为 天盘甘有羹 你就必须用 烧这个 东方的符令 正宫的符令 做新微风水 那训宫也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 烧训宫符 那对宫有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烧 对宫符 那耿宫呢 耿宫有问题 就烧耿宫符 做新微风水 所以代表说 你现在 所 开出来的盘 只要有 四害的宫位 就是 就是代表 有绿色的 那些宫位 刚刚耿宫有 然后 训宫 对宫 对宫 他都有 绿色的 那代表 这一些 你看看内容 如果是真的 有 像内容 所说的现象 那你就 直接 用化解的方式 来去做操作 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 化解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个 齐门顿甲选号 对不对 选号的话 很简单 就是说 你起死号码 比如说我们前面 以台湾来讲 0980 123456 变成说 我们只取后 六码 因为前四码 都是固定的 不能变 那 比如说你到电信局去 看看他开放的哪一些 门号 那你就取 像说 前面四码 不要管他 因为我们 齐门顿甲是以后六码 为原则 那他的号码 开放是从123456 那我们到 2234567 这么多号码 让你选 那你就试看看 有没有好的号码 好 那总共 好 从0980 123456 到0980 234567 总共有一千一百五十组 那经过 齐门顿甲 软件的功能 他挑出了不少 不只是 这个号码 应该超过几万组 里面总共有一千一百五十组 可以用 他都帮你挑出来了 那你再去 从中里面选一组 你喜欢的 然后再 做一个 行动电话号码的申请 这个就是用人工智慧 把某个区间里面 电信局 电信公司提供我们 哪个区间里面 可以给我们来做挑选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软件 来做一个挑选 那就符合 机门顿甲选手机号的一个功能 好那最后一个功能 是可以常常用的叫做出行诀 出行诀 出行诀的意思就是说 我 比如说六月十二号到六月 二十号 我想出门 好那什么时间点 让我从哪个方位去是最好的 好那我们就 六月十二到二十 大概有八天的时间 那他就会从这八天里面 告诉你 好 六月十二号零点是第一名 从这个 好 那六月十二号的六点 这个出行诀 所选的功位 像这个功位 这个盘里面就只有开门 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 出行诀 很重要 他是可以 不管你接下客户开会 开市开工 进修考试谈判 投资买卖 出差旅游 祈福拜拜 如果能够参考其中 所建议的 即使即方 先做三期八门的行为风水后 再往 该方位进行 10到15分钟到20分钟的深呼吸 或是喝些开水 然后再前往真正目的地 就能够得到最佳的奇门 好 那这个区间里面 一定要找出 盘里面有修升开井 且没有门 呼吟 门缓吟 或急行 白斧空 往门破门 置物不易 如果其中有一个这个是现象 那就不能成立 所以这个盘里面显然看到了 所有的通通有所谓的不好 那只有砍弓 他符合 他因为开门 那他没有一些必须要剔除的这些条件 好那像 像选出来了 他是不是砍弓 那我们有开这个叫做两个方式 一个不出门的只是要求一个好方位的气而已 我们可以在家中的北方 这个是要在这个时间点 6月12号的凌晨 就是零点的时候 在北方放一杯水 放15分钟 等水吸纳及时及气以后 再慢慢喝下 在喝水的同时 可冥想心中想要达成的愿望 这是静态的出行诀 那动态的呢 你是要出门的 所以你要走道或者面向砍弓 心中冥想你窝两两降临 因为这是八神 八神是腾舌教理 我两两 那因为开门到北方 所以要用剑子写一个开 或将窗户打开一下 呼应一下 这个开门的一个行为风水 接下来丁刃 因为丁刃是属于结果论 我们就在此方位走动 走动走动或者点箱欺服一下 心想事成 做完以后就可以往北方出发 往北方出发 这就是动态的 好 那动态的 那这个时间点如果不合适 因为凌晨刚好在睡觉 我们就可以选这个 6月12号的六点 因为它有两个宫位 可以去做出行诀 一个是对宫90分 一个是深门的 是在前宫 那一样 你用静态的方式 或者动态的方式都可以 只是现在要介绍 这一套软件是如何使用 好 那你看 我们刚设定了大概八天的时间 八天里面可以用的 每一天可以用的时程 可能只有两个或三个 那这套软件 通通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帮你选出可以用的 哪一天 几月几号的什么 几点 哪一个方位才能用 如果你每一次 要做一些重大的事情 你都按照奇门顿甲的 出行诀去做 真的能够帮你 有这个四半功倍的 一个力量会产生 所以出行诀 用在奇门顿甲 有太多老师都在应用了 现在在国际上的 有懂奇门顿甲的人 他们也都会 使用奇门顿甲的方式 去做一些他事情的处理 像投资买卖 进修考试 对不对 开工 求病 通通会用奇门顿甲的 这一项功能 那如果没有软件 单单一个盘拍出来 一天的盘拍出来 你想要去找出好的 一个方位跟时间点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要去判断 有没有门破 门返淫 对不对 急行 白虎 空王 门制 五不遇 这些现象 不是那么简单 你看 八天一天如果有 有五个盘 八天就四十个盘 那你如何去找出来 所以代表这套软件确实可以帮助你 那他可以找方位 那也可以挑时间 挑时间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6月12号到6月14号 12、13、14这三天 我要往北部去活动 那什么时间点 这三天都可以 那我固定一定要往北方的 我就用所谓的方位固定 挑时间 然后按这个 他就会在三天里面 因为北方都一定固定 那就会说 你要在6月12号的14点 从北方出去 然后你看只找到几 三个盘而已 那接下来也一样 时间固定 时间固定挑选方位 我时间就是一定 是从6月12号到 6月12号的14点37分 这个是时间固定的 那从什么方位去 我就按下去 他只能从 这个时间已经 一定要从这个时间点出发 那只能从这个 叫做昆宫 西南方方位去 先从这边去 找不到 没有 这里显现 抱歉 这个时间点 时间固定了 因为他 没有 找不到适合的方位 所以我们就跳过 那13号呢 看看 13号就有了 从七门 顿甲 13号 我们6月13号 14点37分 这里有 从东南方 从东南方 因为他有修门 得到了70分 从这里去 那就可以得到 奇门顿甲的 这个 好的一个出行诀 这个总共有 三种游戏规则 一个是 找出最佳的出行诀 然后方位固定 选时间 一个是时间固定 选方位 好 那这一套我们就 解释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咨询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